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1994年的Paper 2第54條MC 事不宜遲,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在Figure裏面ABCD是一個梯形 即是這個是一個梯形 它就說,with就是AD和CD是平衡的 它就說,直角度ABC,即是這個梯形 and,還有就是MN,就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DOT 即是角平分線,是AD的角平分線 即是說這個是9度,它都記錄了 它就說,if,這條邊是9,這條邊是2,這條邊是6 它就叫你回什麼?CD,即是這條邊的長度,究竟是多少 好了,事不宜遲,先拿一張看紙出來再說 由於現在的科技都真是很先進 按個按鈕,覆途出來 大家不用站來站去,非常方便 好了,首當其衝,如果你給我做 我就有一個合理懷疑 我懷疑甚麼呢?我先拿一支橙色銀光筆 首先就是第一個三個型,就是NM.NM. 即是這個三個型 橙色這個三個型 我就會懷疑它和這個粉紅色這個三個型 就叫做NM.A.NM.A. NM.A. 對了,這個 就是Congress的,全等的 為甚麼呢?不如再做一次吧 好嗎? 如果我們要證明兩個三個型的Congress 當然,這條MC你可以不用證 看到就是 但如果它出Long Grid,你就要 可以嗎? 我就會說 NM的橙色這個三個型 就叫做NM.D. OK? 還有另外一個三個型 就叫做NM.A. OK? 那你會發現甚麼事呢? 第一件事呢? 我會見到的大家 它們有個公共邊 是吧? common size 即是大家這條邊是一樣的 這兩個三個型 重疊了 那我就會說 就是NM 由於第一 就是NM 根本上會等於NM 原因 中文叫公共邊 英文叫做 common size OK? 第二 我就會說 這隻九十度 難道這隻不是九十度嗎? 是吧? 所以其實我又會說 就是角度甚麼? 就是 DM 這隻叫做DMN 是吧? 這隻叫做DMN 就是這裏的321 那這裏也是321 就是AMN 那當然就是等於九十度 原因就是甚麼? 結憤的嘛 是2G 是不是? OK? 2G 好了 那第三 就是 亦都會說 都一樣 我會說的就是 這兩條編 這條和這條 根本上是一樣的 是吧? 那我就會寫MD 就會是等於 那個 MA 是你講的嘛 所以就是結憤 是吧? 是吧? 所以換言之 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 就會是 這個三角形橙色的 那個叫做NMD 就會 congruent 這個三角形 N M A 那當然啦 不要以為它是RHS 有一個直角 就以為RHS會出事 是吧? 它是用這條邊 S 用這隻角 A 和這條邊 所以其實就是 S A S RHS H是斜邊 那條斜邊 從來沒有用過 沒有告訴你 一樣長的 OK? 所以不要用RHS 立即出事 那由於它們 因為是 全等的關係 換言之 我會知道 其實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 現在我會知道的 就是 那個 N D 根本上 就會等於 那個 N A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 N D 就是這條線 好噁心 就是 擺到 等於 N A 就是 好噁心 就是 擺到 等於 這個線 好噁心 好噁心 好 好 那原因是什麼呢? 那當然就是 全等三角形的 對應邊 英文就叫做 Corresponding Size 就是 Congruance Triangles OK? 可以嗎? 好 換言之 我們可以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考慮一下 就是 這個三角形 A Boy N A Boy N 就是這個 是嗎? 在這裏 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這條邊是9 這條邊是2 這個是直角三角形來的 找這條斜邊 用不時令你 是嗎? 所以就是 A N的二次 理論上 就會等於 9的二次 另外兩條邊的二次相加 再加 2的二次 當然 剛才都說過 不是定理 Particulous Theorem 所以 換言之 就是 A N的二次 就會等於 85 9的二次 是81 再加2 4 加4 就是85 A N等於什麼呢? 將二次方調到隔離 變成正負開方根 所以 正負開方根5 就是 開方根85 好了 就我話了 那個 A N 就會等於 負開方根85 當然 不可能負的 負開方根85 難道負的長度 就會縮入去 開方根85 C M 不可能的 所以 rejected 即是說 中文就叫寫去 可以嗎? 即是換言之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因為 其實 A N 跟 N D 是一樣的 N D是一樣長的 這裡說了 換言之 即是什麼意思? 換言之 即是 A N 就會等於 N D 就會等於 開方根85 所以我們更新資料 即是說 這個是 開方根85 這條 亦都一樣 就會是 開方根85 好 好 更新完之後 我們來 我們會 看一看 我又看到些東西 就是角度 不如我拿支紅筆 D C N 即是這隻 會是90度 我畫下 這隻 會在那裡 為何會是90度 你想真一點 其實 這裡有兩條平衡線 一個 調轉了寫的 2Z字型 是不是 其實 即是說 同位 即是 同旁內角 即是這隻 加這隻 等於180度 可以 可以 所以其實我會這樣寫 我就會 告訴別人 就是 這隻 角度 紅色的角度 就叫做 D C D C N也好 D C Boy也好 D C Boy 好嗎 好 再加這隻 就是這隻 90度 就會等於180度 原因就是 同旁內角 中文就叫做 英文就叫做 Interior Angles 好 D C 就是 Parallel A Boy D C平衡於 AB 好 好 換言之 我們會得出 就是角度 D C Boy 就是 90度 是吧 我更新在這裏 等下 拿來用 好 所以我們會看到 這裏有一個直角三個型 看到嗎 其實我們最想找的 就是 是甚麼來的 就是CD 我們目標價 不要讓它 玩借了你 我們想找藍色的 這條 C Dot 所以其實 不要自己 忘記了自己在做甚麼 所以 其實 我就會告訴它 就在 轉翻筆 先 就在 三角形 N C D 這個直角三個型 我會知道 就是 就是 D C的二次 就是 CD的二次 就是 CD的二次 就是 藍色的二次 再加 6的二次 理論上 就等於 斜邊 就是 開方跟85 整個東西的二次 當然 原因就是 不是定理 就是 PYTHS PARTICULOUS PHELM 那 即是 CD的二次 就會等於 甚麼呢 這個開方跟85 二次 就是85 66 就是36 調過去 就是 85 減36 就是 49 最後 CD當然會等於 正乎開方跟49 即是7 或 CD 就會等於 負7 你也不可能是負7 CD 難道長度縮到7CM嗎 所以 rejected 所以正確答案 我們都呼之欲出 正確答案 CD就是7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7 有 正確答案就是C 好 檢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那就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